大家好,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平常购买手工卡片材料的地方 这是一家连锁店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化线板 还有切纸器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压花器 从这个产品的包装大家可以知道说这是同一个品牌 就是马莎 它的东西稍微比较价格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大概只拥有这些压花器这个牌子的两个压花器 然后这里呢是这个另外一个品牌的压花器 我也大概只有两个 它的缺点是我觉得比较不好储藏 但是呢我最喜欢用的呢是它的这个材质器好 像大家现在看到的材质器是我是用这个牌子的 然后这个呢是它这个刀片好 平常刀片用的不利了我就要把它换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压花器啊 我比较喜欢这个牌子的这个它的结构 而且它是因为大部分都是长方形的 然后厚大概都是一寸左右 比较方便于储藏 不会占有太多的空间 这里呢就是不同的形状跟大小 还有颜色的这些点缀屏 好普通我用这种东西是用于做这个花心 很多人喜欢用它来点缀那个卡片好 可是我用的比较少 而且我最喜欢用的花心呢不是在这里买的 是在网站上购买的好 所以偶尔我会用到这个珍珠颜色的好 鑽石型的我用的比较少 这里呢大家看到的是这个黏椒 好不同的黏椒 这个是glue dot 不同的大小还有品牌的glue dot 纸盒包装的哦 双面黏椒 还有这里是泡面黏椒哦 旁边那个是呃一个是一卷的一个是方块的 这里呢就是我买这个手工卡片小工卡片纸的地方 它的尺寸呢大部分都是8寸半乘以11寸的 它一刀里面呢有不同的颜色 里面有些什么颜色呢可以大家从这个外面包装上看得出来 这五条号就告诉你它这个是些什么颜色在里头 那一般来讲它这个颜色都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在这个同一个包装里头 这个是大部分是冬天一点的颜色 这是秋天的颜色 这个用了很多咖啡色就是比较天然的颜色 还有这边是12寸乘12寸的大小的纸 它这外面又告诉你它里面是些什么颜色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有这个glitter 就是金粉银粉的这种亮亮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些呢就是有这个同一个系统的 比如说都是春天的了或者是花的了 它颜色也都可以配得起来像这样 都是有一个主题的 这一本每一本里面 这个是主题就是比较能够旧一点的 比如说你要做50年代40年代的东西的时候 就像这个纸就是 这一道纸就是它的主题 这是另外一个系列的 颜色也都只几乎都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虽然它在上面的那个图形不太一样 但是颜色都是差不多 这里呢就是单张买的 它就大部分都是12寸乘12寸的 一张平常的价钱是7毛9到1块2毛钱左右 它今天叠价是10张是2块钱 它的摆的这个规划呢 也就是以颜色来区分 你要大概需要什么颜色色系的 就到那个附近去 大部分不同的花式 但是有类似的颜色 通常都摆在一起 像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这里看到的是 它是有点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系列 那个豹子的那个皮的那个花色 还有类似像斑马的花色在这里 这些呢就是蓝色跟粉红色 是比较适合婴儿的用的颜色 蓝色是给男孩子的 粉红色就是给女孩子的 这里呢是这个迪斯奈的这个设计 这是米老鼠的这个系列 那这个呢大部分就是这个 她女朋友micky mouse mini mouse的这个颜色 这里就是这些糖老鸭 这里是hello kitty 这个hello kitty的design呢 可能大家在台湾应该可以买得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橡皮涂章 在这里这是一些涂章的材料呢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在这里买的很少 我大部分的都是在网站上一个特殊的一个 有一家公司 我喜欢在他们买他的这个东西 不过我本身涂章我买的不多 因为太占地方了 这里是圣诞节的 这里是结婚的涂章 比如说Mr. and Mrs. OK 就是还有婚礼的图状 比如说你要设计卡片的时候呢 这些就可能就会用得到了 这里是圣诞节 圣诞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下次再见